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卫华大师说谷 刮福瓷器的第713集 也就是第713讲 今天持续给各位介绍一件 明初的芳芽瓷器 它的正确名称呢 明永乐青花花果纹梅瓶 明永乐青花花果纹梅瓶 你要是讲的再仔细一点 明永乐青花 折之花果纹梅瓶 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主题 因为这一件梅瓶呢 一般人呢也不太敢介绍 为什么呢 因为曾经在2011年 欧洲的最大的收藏机构 所谓的梅瓶堂 有在书富比拍卖的一件 香港书富比拍卖的一件 拍了个一亿多 所以大家就怎么讲 反而对这一类的东西啊 就站在一种什么 这种 好像怎么讲 我们站在平地上 仰望着高山 就是高山养子 仅限行子 其实不需要 我们收藏就是收藏 不需要 太过于的去做比较 它那件的资金 不然拍到很高的价钱 但是它因为是梅瓶堂 你我不是梅瓶堂 我们不从价钱去考虑 我们就是在论事 这么一件 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 就是开花结果 这个展音 因为我隔壁几家 在施工很吵 大家忍受一下 我也得忍受一下 挺打搅人的 我们中国人注重的 就是开花结果 你看我们给人家论八字 四柱八字一排好 在四柱上面写 年月日始 就是四柱 跟苗花果 最后的就是开花跟结果 跟你的来源 你的背骨 跟苗花果 各位知道 它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 是何等的重要 同样的在帝王之家 更重视的是一种开花结果 帝王之家 所以我们这个花果文 我们讲的是花果文 事实上还是以果为主 花是怎么上下两层 上下两层 一个是云间 一个是下面是什么 变形的连半纹 里面摆的都是折制花 折制的四季花会 那中间的主题呢 主题的文是什么呢 就是八朵折制的果 这是符合帝王之家的需求 也符合帝王之家的审美情趣 也符合帝王之家的那个什么 真相 我讲的 帝王之家都有一种 它的一种独特的真相制度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好 我们先简单的讲一讲 这个开花结果 果竟然那么重要 它有蕴含的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有来自岭南的 什么 对了 杨贵飞最喜欢吃的 来自岭南的荔枝 也有来自 中原的什么 石榴 石榴果 多子多生 石榴果 也有来自 也有来自西北地区 甚至于新疆地区的 对吧 对了 葡萄 葡萄 新疆 马奶 葡萄最有名 最有名 所以它 我看还不 它综合的 还有枇杷果 还有枇杷果 各位看到我们那个枇杷果 这个带齿轮状的叶子 树叶 枇杷果 所以话叫做东南西北 荣于一炉 这概念就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所以会解这样的一个花果文媒品 你还是需要对文化 要有一定程度的这种理解 我们来一解采一下 原来它除了美之外 它除了在艺术 在美学之外 它有这样的一个预寒 它也预寒的就是什么 东西南北荣于一炉 荣于一炉 而且有帝王之家的这种气派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另外有一种梅萍 跟它有点相反 就是也是画折之 折之花果 但是它的折之花果文 有点出入的地方是 在它的根部进部的地方 它是用交液文 它是用交液文表现 它不像我们画的是 我们这画展里面的是 十朵的养莲 十朵的养莲里面 每一个里面 所以以公义来 当然这个境界更高 每一个里面 每一个都有一朵折之四季花绘 在这里面 最下面就代表 有福禄万代的禅制 禅制文 好 这个 有的也叫做卷草文 这是跟那个佛教的这个轮回的观念 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好的事物一直这样的 生命一直让它不间断的这种延续 这肩膀那个在云间呢 是来自于元代的瓷器 元代的瓷器啊 很喜欢用这个大云间 云间比这还大 大云间 就一上一下的这个云间 如意云头 我们中国人 出出地方都要讲如意 最早是来自于元代人穿的什么 披风 元代人织紧上面的披风 好 把它移植到了瓷器上的图案 然后党案就作为元件 所以它的文士 基本上我这样介绍 大家就会比较清楚 哦 除了在审美它很漂亮之外 它有极像的寓意开发结果 那开发结果之中 又有更重要的帝王之家的思考 哎 普天之下 莫非有王土 但我也要指出一点点小的出路 也代表我们很仔细 这也是代表一种 这种瓷器我稍微初步的查了一下 我这个是不完全的统计的 这苏富比加世的都有拍过 苏富比拍的2011年的那支 1亿多了 1.68还是多 1.6866亿 那一支梅音堂的 最贵的那一支 那支气型比较粗壮一点 不想是它摄影的时候 的关系 还是它元气型就是那样 就是那样 没关系我们不去做探讨 正统的永乐美品 它的气型应该是 所谓的 就像耿宝正的民族青花词上面讲的 清新俊秀 太粗壮了之后呢 就像跟人到中年发福一样 各位 我看我30年前的照片 哎呀 身材棒 40年前 40多年前的照片 我们还在两栖部队 侦察连 受训的时候 那时候 衣服都不穿的 只穿一个红短裤 那时候的身材 金实 到了中年 尤其有经常到国外去出差的时候 开始一次比一次胖 一次比一次胖 哎 这个是 同样都是 也同样都是刘伟华 你叫刘大师 刘伟华 刘老师 同样一个人 还是会 所以说那没什么 那个不能作为真假的一句 不是说每一个真的都像他长得那么肥肥壮壮壮 像个中年人一样 正常的永乐此起 尤其是梅萍 他讲究的是像男人一样 欲树临风 一定是讲儿力的男人 这30左右的男人 正是精实的时候 又成熟的时候 讲到这个气形 我不是批评他的 人家卖的意义多 我们也无从去批评 但是我更给我点出这个问题 就是说梅萍它 即便博物馆它不可能完全的 完全统一规格 就是现在就是用机器做 好 它的气形怎么讲 你背着我这个口诀 大白话的口诀 基本上你对梅萍 用了梅萍你就清楚了 小口 梅萍一定小口 还要跟美股相称 小口 小口 知道了吗 圆唇 这是唇 圆唇 就跟那个布拉德比特太太一样 安吉利拉琼里的 那个丰厚的嘴唇 小口 圆唇 短颈 然后封肩 当然了吗 收腰 就我刚才讲的那一件 梅萍的那一件 它的收腰就 没有收下 收腰 竖竞 然后浅圈足 你就记得这几个字 小口 圆唇 短颈 封肩 收腰 竖竞 浅圈足 这气形基本上就掌握住 好 我另外在 就是我说这种 折制花果文的 还有两种 气形 主要的差别是在 它的进步 进步我们这个是正统的是画 十种连半 里面 都摆着一个 折制 四级花卉 折制 它的完全都是 交业文 就是各有长短 但是 以 以这种公寓的难度来说 当然我们这个公寓难度 要高的一些 要来的比较讲究一些 因为这十朵的折制花 每一个你把它放大都是一个紧 每一个放大都是一个紧 你看我们故宫 摆着很多的民进的画册 那些名人画的画册 很多就是画一 一朵折制花 它就是 流芳百事 能够流芳百事 当然 我们的如意云头里面 也是 也是这种折制花果 相应的也是有这个时候的这个 这个折制花果 所以讲究公寓难度 跟它的讲究 跟在艺术上的表现来说 那就是 应该是不可同日而语 好 我们就算是一样了 它的另外 另外舒福比跟加世德 我讲的 下面交业文的那种 他们都有各有拍卖 我们也细看 我们浏览了一眼 还有一个是拍到四千多 一个是拍到五千多 好 那都不是现在的 都是之前的 一个四千多 一个五千多 像跟这个一样的 梅英堂的那一件事 1.6 8 66 66 吧 你想 那基本上都是天价 基本上都是天价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 瓷器的品类 因为它在当时 就是属于 官窑器里面的 就是说 官窑器里面的 一直官窑 一级官美 是 那个时候没有分的 是我们现代的人在分的 我们为了方便做形容 来做这样的一个比例 因为开花结果 又是把什么 四面八方的 产物 融于一炉 了不起 美国人不是现在最强盛吗 一超多强吗 美国人就号称民主大融入 我们这什么 花果大融 这基本上 这都是带有点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王道思想 西方人讲的是霸权思想 基本上都是那种 炫富的心态 炫耀的那种心态 就是中国人讲的 土天之下 冒费 冒土 最后再提醒一点点小地方 一般人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小果子啊 这小果子一般怎么去称呼它呢 我们在上面的瓜果 大家都看得出来吧 我想四季花会 我都介绍过了 不要再讲 代表春夏秋冬 上面这个 像这个什么 对了 产自中原的石榴 多子的石榴 这产自领南的荔枝 荔枝 这产自 这个 产自江南的枇叭 对 江南的枇叭 好了 这个来说 大家很多 十个有九个都不认得 我敢保证 这个小果子 尤其它这个 又是用泼墨的形式表现 它就是用青花 用树马里青 就是有泼墨的效果 没有颜色 你怎么去看 它全部都是这种保湿蓝 根据 舒复比的讲法 舒复比的说法 舒复比的拍卖图图上 介绍 这个是什么 山渣 山渣产自山东 河北 河南 山西 北方一带 山渣 山渣一般是怎么 那个什么 化石用的 大陆人 化石 能够让你 那个吃多了之后 开始胃胀 胃胀气 它可以把你化解掉 它田中带酸 而且是还蛮酸的 又是食物 又是水果 又是中药 山渣 可以泡茶水 化玉 化玉 但是在加士德的拍卖图书上 对同一件器物 它介绍的是什么 海棠果 海棠树 大家要晓得海棠果 清朝也经常画了 彩词上经常画了海棠花跟海棠果 我只点到这个程度 其他的各位去做想象 有延续到清朝的彩词上的绘画 是海棠果 跟海棠花 山渣跟这个 基本上很相像 山渣跟海棠果很相像 海棠果就像个小苹果 很漂亮 山渣也是红彤彤的 也挺漂亮 这个 这两件东西 就容易让人家有mix的感觉 尤其在清花池上 它的颜色 同一都是用水墨的表现 所以我们不去深究它 我们不去下定论 但是给各位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所以这两大公司的 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 他们在论述上有所不同 好 我们今天天气好 也不能讲久 我们有事要去办事 但是给各位照一照 每次拿着灯都忘了照 我们这个清花是标准的清花 有的不了解上在网络上 那个 这个 那个 那个 不可以扯添淡的 言论也有 那些言论就是 不可以下重雨冰 下重雨冰 各位晓得吧 下重他到了冬天就翘辫子了 他看不到冬天的雪 没有雪哪来的冰呢 所以不可以下重雨冰 那是一句 那是一句 按理说是一句贬义之词 但是是很文雅的一种贬义之词 好 我们给各位看看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来自于西北地区的葡萄 他们讲的 初复比讲的山渣 加世德讲的什么 海淡果 这是西瓜 小鱼西瓜 大家都认得 这个大家有这一回误认 认为是柿子 不是柿子 他那是攀陶 攀陶就是 就是 就吃了那个 长生不老的 西王母的那个攀陶 就孙悟空偷吃的攀陶 对中华文化要是有所理解的人 看他这样的一个 实际上的这种 你会有心灵神会 你会非常有心灵神会的这种感觉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以这么一件 贪嗔国宝 我没有说他国宝 我说他是贪嗔国宝的西物 介绍给各位 你看 春天的时候 正好是春暖花开 你看 看到他这个花花果果 开花结果 人的心情也会跟着 会提升起来 好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们下来